今天在板门殿 六个月后第一次进行朝鲜停战谈判 炮声隆隆的前线这一天寂静下来了 春天到了 好像和平来到了这个土地上 但是对我们的主人公们来说 这明朗的春日却是决定工作组命运的严峻的日子 我想给你讲一讲一个可怜人的故事 他相信自己的朋友讲了重要的机密 正是因为这个他将失去生命 有趣吗 榆林先生 是 非常有趣 还是本人直接讲得好 是不是 那样有真实感 中校 在你的朋友面前再重复一遍吧 我 很久以前在英国认识了他 去年他来这里时 我接到了申宰膳 把他纳入青年军官组织的指示 在工作中产生了对他的疑心 你说的疑心是什么 中校 去年圣诞节 齐齐秘密地派遣了身在善的联络军官被杀了 对于这件事 知道的只有他和我 很好 继续说 之后在调查事件的过程中 我认为这个联络军官的死是偶然的 可是他知道我怀疑他 攻击了我 所以为了表示诚意 把地形战斗的军事秘密交给了他 地形高地战斗失败以后 我才意识到他不是我们的人 为了隐瞒自己的过错 我想杀他 就是这些 好了 出去吧 榆林先生 如果这是由于误会而引起的 或者是错误的陈述 我感到很高兴 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吧 是 我理解 我是克拉斯 马丁尚未向您报告 金顺基跑掉了 金顺基跑掉了 按上校阁下的命令 马上行动搜查了办公室寝室 哪也找不到他 说是刚刚驾车出去了 马上逮捕金顺基中尉 榆林先生 请稍等 这是事实还是阴谋 如果是阴谋 这个家伙从我这儿 期待着什么样的反应 无论如何 这个家伙当着我面 毫无顾忌地讲顺基的事 说明顺基暴露了 这对我们是致命的 这帮家伙早已把魔爪 伸进了我们内部 怎么办 盛极小姐 快进 发生什么事了 榆林被捕了 飘武还活着 一切责任都在我这儿 应该马上处死他才对 那么我们工作错 是 我们正处在危机中 你马上去树英那儿告诉情况 让他做好准备 不要慌 明白了 还有 要通过香港联络处 把这个事实尽快向本部报告 如果见不到我们 盛极小姐 卢伊斯 要好好活着 这么说 顺基小姐也 现在也不晚 快躲躲吧 不行 我必须回到谍报处 我要是逃跑了 榆林军更危险了 顺基小姐 卢伊斯 听我说 我将利用一切可能 但是 如果我们遭遇 不幸 请相信我们是 为祖国献出了 自己的一切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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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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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无可挽回的失败 顺其想敌人逮捕自己 可不可挡回的失败 肯定是因为他给朴武的逮捕令 其次成为线索的 是在查房抓了马丁的特务 在医院和于林见面的事实 假如他暴露 于林不可能逃脱 无论有何事 一定要从这个圈套中跑出来 可老子比顺其预想的还要狡猾 耽误你了 于林先生 想好了 是 我没有否定 朴武所陈述的证据上校可下 遗憾哪 你让我不得不迁进不愉快的事件里 坦率地说 我们早就知道 你从朴武那里得到 T型高地秘密的事 但是我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 不对 我不否认 我确实从他那看到了秘密文件 再好好想想 这是慎重的问题 谢谢 我在任何地方 都不否认自己的话 让肃继员进来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上校德下 再说一遍 虽然是小事 但能回避的理由就告诉我 谢谢 朴武的陈述你承认吗 承认 知道T型高地的秘密是什么时候 是身在山上将晋升晚宴那天 长所是 朴武的办公室 这个情报交给谁了 交给谁 你不是说承认朴武的陈述吗 那当然了 那么为什么现在又 上校德下 我承认我的眼睛 看见了这个文件 但是是有什么错 只不过看了他给我看的 眼睛当然没有过错 从调查学的角度说 把它告诉给别人就是问题 是吗 那么你利用我把它传给了平壤 难道这就是调查学的根据吗 瞬间克拉斯意识到 自己在这个审问中失败了 他为这次审问收集了资料 把朴武作为唯一的证人 从身在山手里夺了过来 他想好了 于林再也无法逃脱的情况下 才开始了这次审问 但是他没有于林 把这个情报交给谁的材料 因为这个他从于林那里 受到致命的反击 于林先生 你把我的好意滥用了 上校 我现在说你所感兴趣的事情 这不是你们专门的职业吗 你非常精通我们的事啊 上校可下 你们也是非常非常地关心我 好了 那么现在开始谈更有深度的问题 请骗吧 像我们这样的记者 不怕新闻话题多 我想你们不久之前 失去了报务员 具体的说就是桂林印刷死人 上校可下 请听完我的话 之后给你反驳的时间 他死后你接到了和钱福的报务员 在我们接到的指示 所以去年十二月二十日 用暗号要他下午两点 在南大门前接头 你是两点整去了街头场所 但是那天你放弃了 由于是初次见的人 需要考察是吗 三天以后 你从朴武处得到 深宰善的联络军官发来的消息 于是你想把他 作为最终考察白马的机会 你的想法是正确的 在地下门城旨 你巧妙地欺骗了我们 当白马暴露是我们的密探后 第二天晚上十点十五分左右 你把他杀了 请喝吧 谢谢 这家我几乎掌握了一切 甚至我在古玩店 监视白马的事也知道 对了那正是两点 古玩店的钟敲了两下 是被查出的材料 还是这家伙揣测 我在这短暂的时间里 必须想出如何对付克罗斯 提出的问题 寂静便捷的办法 你现在是否正在想 我怎么知道两点整 在古玩店监视白马的事 真了不起啊 你能那么了解别人的心思 你们是老乡时了 上相阁下在问你呢 记不起来了 仔细看看 这位先生在你那儿 买走了两件高丽瓷器吧 想起来了 对啊 是那个时候来的 很高兴啊 那时他对我很亲切 那么有什么搞错了吗 不是 放心吧 海关为那个高丽瓷器问题 拨弄是非 正在调查中 没错没错 那是我以八万元 买给这位先生的 那是哪一天 十二月二十日 我想想啊 那天正是我老婆死去的忌日 用那八万元准备了忌物 那时墙上的钟敲了两下吧 回答上销 当时钟是不是敲了两下 是啊 军官大人 你真神啊 笑笑可下 他说是个下 对啊 古玩钟敲了两下 你记得是两下 这个估计先生也记住吧 啊 军官大人对我们店的内幕 了如指掌啊 那个钟的灵界发生了故障 一天到晚总是当当敲两下 当当就敲两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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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忙 孝氏鸡高等动物的生理优惠 连这个都被践踏了 山少阁下 对不起 我和媳妇兜里有烟 这个房间里禁止吸烟 星期天接待客人 山少阁下 不要转话题 不管你保持何等的沉着 也很难从白马世间中逃脱的 就已经买了古代遗物两尊 被看成红色侦探 那么身为考古专家的你是红色头子了 不要试探我的子智利 我是比你多活了十年的人 重要的是那二十年是怎么过来的 那么我给你证明我是怎么过的二十年 这是那晚被杀的白马的尸体 这是他身上的弹痕 是在近距离挨的射击 在尸体旁边还发现了两辆汽车的痕迹 这就是停在尸体前的车胎痕迹 是很少见的马尼拉脚带 这和你的吉普车车印 不觉得一样吗 在汉城唯一的特殊轮胎 让你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我不隐瞒在那天晚上 看见了这个人的尸体 不要急嘛 玉林先生 我们对别的车的主人 也是知道的 杀白马的凶手 就是你们两个中的一个 你要是否认那就是他 他要是否认那就是你 很晚了 不再打扰你了 好好想想吧 请玉林先生到休息室 我们对别的车的主人也是知道的 杀白马的凶手就是你们两个中的一个 你要是否认那就是那个人 那个人要是否认那就是你 为了挽救顺机 我必须承担白马事件的责任 玉林在想 实际上 克拉斯在对白马的问题上 并没有怀疑顺机的根据 只是他想利用自己保护同志 顺机怎样了 不认识 书英在哪儿 今后真的见不到他们了 他多么想和他们一起去故乡 玉林想了很多很多 这是什么 上校阁下 申宰山上将打听榆林的事情 他说不应该对榆林怀疑什么 如果搞错了 担心英国对韩国的立场 别让他枉费心机了 好好打他的仗算了 马丁 你马上带翻译去南大门前古文殿 检查一下那个挂钟 知道了 快来 真高兴 还是有眼光的人才认我这个店 想买什么 最近新进的豊朝的瓷器 还有这个 看看怎么样 古代武官们带的 是在古墳里发掘的真品 如果军官大人带的话 真像古代的武将 好 军官大人要看这个挂钟 好好好 看吧 请 这个钟确定是真品 那个西方国家在六十年前 不对 六百年前 那时候还没有钟老头 怎么没有 那怎么知道时间呢 别这样 这事我懂 相当的懂啊 军官大人 看看这钟的钟摆 一分也不差呀 这个挂钟挂到大人的房间里 会相当的可观的 你啊 你啊 我说了这么多 哪管几句你给翻翻哪 没看见军官大人不懂我的话 感到难受吗 老头说你听不懂他说的话 这个钟声多好听啊 既明亮又动听还有重量 就只是敲两下的毛病 说什么有个螺丝是怎么怎么的 我能给外国大人抬价吗 就要五万五万元 他在说什么 伤人嘛 五万元就会卖的 五万 住嘴 这 怎么这样无事历史啊 得罪祖上会受罚的 受罚的 老头 敲诈得太厉害了 你要吃警察署的饭吗 这个钟是真品啊 是应该多卖点钱嘛 你说六百年前的真品 你认为我们能说骗吗 那让我让一点 那四万 四万元 四万元 说六年前的真品还凑合 我能受骗吗 走好 再来 请到 还想跟我来这个 对不起先生 今天不开业 为什么 主人在吗 让歇歇歇的人叫走了 什么时候 刚才 再见 什么 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还不知道 臭女人 看你能不能受得了 对这样的女性精神折磨尤为重要 别让她失去知觉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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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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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警察说了什么 查房主人送到警察署时放了 结果什么声音都没有 卡尔 你跟马廷上尉交换一下 你来让输英开口 我接到了参加东京M219号讲习班的指示 什么时候启程 今晚十二点 那还有时间 那还有时间 明白了 叫金顺机中尉 你把卖单拿查房抓到的人怎么处理了 你把卖单拿查房抓到的人怎么处理了 为什么我现在在这里说明这件事呢 你现在受军官们的审问 我不能接受你们这样侮辱性的审问 中尉 为了你的名誉 有误会 应当解开 是的 上校阁下 没什么 那么你回答 他在哪儿 护送的同中 他逃跑了 所以被护送兵打死了 逮捕他的动机是 对查房的正常巡查过程中 从他的证明书上 发现了问题并搜出武器 根据CIC命令007号当即逮捕了他 那么为什么没有没收这个包 我没看见这个包 搜查人员忽视犯人的携带品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三年来我一直是个中尉 你去医院找共产军间谍 为什么去榆林的病房 待了七分钟 上尉阁下 如果是你路过重枪住院的老朋友病房 能装作不知道吗 你不是在执行任务的途中吗 如果 是为了探病去榆林病房 不会有这样的疑问吧 这只是给马廷上尉的特殊所在 对朴武的逮捕令 我想你非常清楚 把他交给申宰善 鼓动申宰善杀害他 这件事你怎么解释 这件事你怎么解释 我跟了 朴武已经有四个月了 他就是上次报告过的 对旧城门址事件感兴趣的人 在调查过程中 在调查过程中了解到在旧城门址死去的 共产军联联络员是 何必拖申宰善上将 何必拖申宰善上将 你 想把我弄成个 共产军的探子 想干什么 快说说 目的是什么 那么 我说吧 从我 来这个部队到现在 马廷军一直妨碍我的工作 在祝贺我受柳树叶勋章的那天宴会上 马廷上尉对卡尔上尉这样说的 要想坐上可劳死的椅子 就必须先干掉这个女子 这是谎话 撒谎 他 他 他 很遗憾 我把那个录音带保存了 行了 把中尉带走 都回去吧 马亭尚未留下 马亭 怎么样 可怕的女人 听过不求女人求老天 五月六月下霜的话吗 不要往别处想 我相信你 去吧 时间越久 格拉斯就越焦躁 他想逮捕榆林事件 要在社会上出现影响之前 快速结束 然后把它用来 向英国施加压力的条件 他有这样做的充分根据 但是事情没有按他的预见那样 顺利进行 事态已到了绝望的程度 可榆林没有低头 到现在从他那里毫无所得 现在需要的是迂回方法 所以 格拉斯决定 把锅头指向有帮助于林嫌疑的顺基身上 我是克罗斯 告诉卡尔上尉取消他的东京任务 东京让金顺基中尉去 卡尔上尉取消他的充分根据 卡尔上尉取消他的充分根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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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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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